整條蝦子發出藍光 甚至下面醋飯也有明顯銀色藍光 台北一位民眾五號到某間知名 連鎖壽司店購買15罐外帶壽司 回家要打開享用時 就察覺到這一盒壽司行為很重 吃到一半 無意間竟然發現壽司在黑暗中會發光 讓他不敢相信 難道壽司也有藍眼淚 他寫下絕對沒有在拍鬼片 但不理解蝦子為何會發光 慶幸自己和小孩都還沒吃下肚 不過向客服通報後 到了第二天還是沒得到回應 一條條新鮮蝦子擺滿桌 實際到基隆壽司老店 是側發現店內沒有會發光了 蝦子和生魚片 那到底蝦子為何會有藍光 壽司當中有螢光物質 民眾不小心吃下肚 就擔心說 它會刺激我們的腸胃道 造成腸胃道不適的症狀 那症狀包括兒心 嘔吐 肚子痛 腹血那些都會 所以還是建議說民眾如果看到 我們的壽司當中有一些螢光反應的話 千萬不要吃 野生的蝦子 如果他剛好吃到花光的藻類 他就會有機會 就是說有可能就是像 就是照出來說有可能有花光的現象 原因還沒找到 但民眾聽到難免有疑慮 當然不敢啊 我覺得應該是有藥劑泡過才會有這種發光 死掉應該就不會發光了 他應該是活著的時候他才會發光 所以我覺得會發光應該都不正常 目前這家連鎖壽司店也尚未對此做出回應 恐怕得盡快找出哪個環節出問題 才能讓消費者放心 華視新聞正用情細菌中消息之後 綜合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